曾经有人说过 女人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披上婚纱的时候 也对啊 毕竟有些女人脱下婚纱以后 就穿起了围裙开始给男人做饭 无聊的家庭主妇生活 就开始了 从前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穿婚纱是最幸福的时刻 开个玩笑啊 经营一个家庭不容易 夫妻俩要相互扶持 相互理解 来 大家高兴一点 一起去看看朋友圈和微博里 那些转发量较多的趣图吧 只能探出我的小脑袋 在暗中观察家里的情况 爸爸妈妈都去哪里了 怎么都不关我的事了呢 可能这是中国版 小鬼当家的升级版 婴儿当家 此时此刻我只想跟着节奏唱 一人我赢奶醉 这个事件告诉我们 醉奶驾驶很危险 喝奶不开车 开车不喝奶 苗星人趁主人不在家里 独自疯狂地尬我 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颗快动作 苗星人表示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一辈子总要疯狂那么几次 比如说走就走的旅行 作为一只猫 也想要自己的自由的 所以我要离家出走 然后环球旅行了 你确定你这只是离家出走 不是搬家吗 作为一个资深猫奴 忍不住去研究了一下 在古代 他们养猫都是怎么装扮的 于是从某宝上 购入了一系列的套装 我想给你戴上格格帽 只是简单的试探 这是我的猫 昨天抓回来的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生气的兔子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 连猫都欺负到兔子的头上了 兔子表示 敢不敢把我放出来 我要再和他solo一把 或者大战三百回合 为了自由 从来没见过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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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